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为从刀口下抢救出来的水族三归一后半回合中 归佛归法归身 归佛永不断地狱 归法永不断恶鬼 归身永不断畜生 归佛禁归法禁归身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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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放生功德 普皆迴向 六道有情 冤亲在主 同享功德 离苦得乐 来 男众帮忙 先把这些悟命 先放到他们自由的河里面 随后以药施焉供 令生病往生者 脱离身体病苦 以及被杀众生 身体恢复 苦难众生 永离三图苦 反灯在对岸闪烁 隔岸的这一边 一样的灯火通明 却是两样心情 海头法师带领大家 点燃投射着 慈悲心的灯烛 愿孤苦无一的众生 寻找这温暖的灯光 去除内心的无名 金刚铃响着解脱的妙音 经番挥动扬起慈悲的风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慈悲 无者诗诗法会 愿一切被杀被吃的往生动物 海鲜水产 得因此慈悲甘露 生心离苦 一切而去众生 皆得饱满 业障消除 升天升净土 一朵层层开覆着 古朴新香的玫瑰 顺放在泰国国境之北 秦迈是泰国史上 第一个独立国 兰纳泰王朝的首都 也是宗教文化及贸易中心 因此保有许多文化遗产 又有泰北玫瑰的美名 金脉古城已有七百多年历史 保留了大小不一的佛寺 佛塔 或者参要着辉煌 或者已随时光斑驳 这些历经时代风雨的信仰殿堂 自然地融入城内的现代生活 彼此共同升息 不仅有艺术建筑宝殿之名 更是清迈人民礼伯文法的生活重心 清迈古城是以红砖建筑所继承的 私房空间 城墙建于兰纳王朝初期 当时的人们就用造护城河时挖出的泥土 修建城墙 如今 城墙堡垒都已坍塌 只剩下断壁残垣 人生砸塌的古城内 名胜古籍遍布 似于宝塔林立 乌城河中水清余游 歌群在脚边排旋不去 在清迈的佛寺或公园内 创建居民 学生 结伴同游 手中拿着饲料 喂鱼 喂鸟 小猫小狗不受打扰的自由躺握在佛寺的精密中 阳光下的佛塔阴影里 有他们最喜爱的祥和 古城悠然的脚步里 弥漫着共生的和谐与喜悦 其脉城中密布着寺雨 除了早晚清静的佛法音声缭绕 想灯不绝 更提供许多生命一处祥和的生活空间 树梢草地是鸟群安居的乐园 寺庙空地则是猫狗自由走踏的家园 居临水畔的寺院 开放河岸成为仿生池 除了旧雨 也提供布备饲料 让来访者自由喂食水族 梅冰河位于其脉市区以东 为昭皮椰河的支流之一 也是其脉最重要的水道 河岸旁一座拥有六百年历史的寺庙 彩梦公寺 中文译为幸运寺 昭木想着梵音 是当地居民礼佛共森积累福田资良的信仰中心 河岸旁一座 北套法师亲迈之行 带领大众来到幸运寺 严供逝时和旧户水族接流 河岸旁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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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能不为三宝不知故意 所以如回山友作出生生 我既为如手与三规法 如今地庭 祝母佛子等 大家一起念所有有情 所有有情 海鲜水产众生 海鲜水产众生 虚空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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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地众生 南亭孤魂众 南亭孤魂众 保菩提心 保菩提心 归三宝 同享放生吃食主功德 归佛 归佛 归生 归佛 两族盾 归佛 地狱盾 归生 宗宗盾 归佛 不惹地狱 归佛 不惹恶鬼 归生 不惹处身 念三宝加持 自非忽念 一切轮回有情 同为三宝地子 归佛祭 归法祭 归生 归佛 归佛祭 永不归义 天魔外道 归法祭 永不归义 外道点击 归生 永不归义 外道协施 愿发不提心 保护众生 活动 男女孤魂 发愿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历代祖先 欺世父母 动物亡魂 重开胎儿 往生净土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 这个寺庙可以替我们放牛 而且农业部可以代替你去养 阿弥陀佛 美冰河岸群鸟飞翔 放回水中的生命 也自由的悠游 得到救护的生命是幸运的 他们从即将面对的惨痛杀戮中得以逃脱 并拥有重生的机会和喜悦 这是每个生命在自己面临危难时 最基本的期盼 十只牛的命哦 水洗水洗 实践和水洗救护生命的人 更是幸运的 他们不仅得到不失的福报 更因为善心善行的反作用力 而小灾免难 不得长存 除了红法供养三宝 救护生命 上供下施更是海外慈悲之旅 每天的必修功课 藉由一场场为利益众生而起见的实时法会 供养所有圣众 也不失所有六道众生 在供养圣众及对其他众生不失时 积极了几大善因 直接果报是令我们今生及未来生 不至贫乏 这包括了金钱 食物 及药物种种方面的贫乏不足 并且由于不失对象包含病魔 及很多其他魔类 因此能处一切障碍及病患 皎洁月光 灰光遍洒人间 一盏烛光照亮了法界 一切众生都得身心清净光明 佛陀在五卓二世点亮了光明的窃跡 这份明朗正映照在每个人的心上 因为我们所做一切功德 都能够回向法界众生 世界各地六道友情 所以慈悲就是供养佛 所以我们放生救命 就在救佛陀的儿子 喊诸佛菩萨的悲愿 所以这才是让诸佛欢喜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来到最后来到此地 那么做一个圆满的回向 所以碰到一个就讲圆满的月亮 一般 所以希望大家的心永远像圆满的月亮 佛教导里面讲的大悲心 菩提心 就是圆满的月亮 所以没有欲望 没有称恨 没有嫉妒 无所求 所以这个世间 不要在这个世间找快乐 这个世间找快乐必定痛苦 这个世间是我们慈悲奉献付出的地方 站在解脱道 世间是苦啊 穷啊 所以赶快出家 解脱身世 站在菩萨道 世间是一个种福田 慈悲付出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有福报 有威德 有智慧 有慈悲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就像你拥有最好的工具 拥有最好的车子一般 这些都是为了付出的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 所以我们这几天来 大家累积了很多的资粮 供养三宝 拜佛像 供养出家人 失时放生 就像刚刚我们大家又去买 如果不去买 好像不够 所以越来越是大乘圆满 越多越好 千万不要觉得浪费 这是一种恭敬 一种信心 对佛的教法的信心 使物 布施给众生 除了真实的布施 又化为焉共的布施 是双道保证 所以我们最后大家一起 回向个人的历代祖先 妻子父母 年轻在主 更要回向所有被堕胎胎儿 所有动物道 愿以种种殊胜功德 回向西楚天然灾祸 如风暴 旱灾 水灾 或极易等灾祸 博法上的修持 顺利无碍 现在我们要火化牌位 首先要烧消灾了 消灾了 烧完再来烧往生的 当朋友往生排位 跨入空性 得享功德 同身尽福 无有业障 未经营 火爆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因此生生世世与三宝 皆亲情善缘 功德无量无边 温暖的阳光 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岩浦乡的屏东岩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制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八百五十六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 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万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的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岩浦护生狗园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 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海门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盐浦护生狗园 台湾旧狗协会 曾治底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盐浦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佛陀 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